二胡有几根弦 二胡之所以称为二胡 是因为它有两根弦 二胡始于唐朝 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它最早发源于我国古代北部地区的 一个少数民族 二胡过去民间多称它为 南胡、胡秦等 以往二胡大多用私弦 由于私弦具有伸缩性大 寿命短、发音不够轻、越细腻等缺点 它已逐渐被钢弦所淘汰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钢丝弦使用日裔普遍 二胡配套的钢弦应是一粗一细 粗的一根称作内弦也叫老弦 细的一根称作外弦也叫紫弦 二胡看上去是一个物体 没有什么感情可以表达 但是经过不同的演奏人员 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加工 就会变成一个很有感情的乐器